有朋友就是Jenny 她就說前陣子24元買入了 現在要不要在紙幣放了它呢? 內房股我都還可以覺得是看好一點的 特別這些比較大隻一點 起碼看到負債的問題就不是很嚴重 另外你說在賣樓的邊 也可以隨著樓市的調控政策 是慢慢放鬆 可以在第三季之後做好一點 所以內房股以現價這些估值相對來說 都不是說真的特別貴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都可以先拿著 但是你有個心理準備 就說短期因為它的股價 過去一個多月已經是明顯跑贏了市 都已經升了上來 所以可能要先做一些技術上面的整顧 暫時可能看回到下面 大概24個領會有些支持的 所以我們要先讓它拍照 就是要注意的 然後我們先把電視線 進去 這個電視線 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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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去